兩、三下手勢 用牙籤 再加這個匙巾 它就可以開到我們的貓甲 這個是第一個工具 我手都震了 這些呢 刨皮的西瓜 匙巾應該可以的 我覺得匙巾可以的 我們準備好五種衣服 我們就邀請女主持出來 Vee姐 Vee姐 沒錯 今天來開一年沒錯 其實我們接下來是怎樣考驗她的 一看就知道你喜歡手 對一看就知道 嘩 這次真的喜愛我 我們由筷子開始 我們想讓觀眾知道 其實你有怎樣用不同的工具 去開到我們的榴槤 我教她正確開榴槤 握法應該怎樣 好 怎樣呢 就捧著她 像嬰兒一樣 先捧著 乖 好像嬰兒一樣 嬰兒也是這樣的 你這麼有無愛 好像很舒服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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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筆跑 嘩 筆筆不得試試這個 試試牙籤 這兩條 兩條 兩條 真的插進去 各位沒看到 它真的用 力的表現 它真的用牙籤可以 開到紋 真的牙籤都可以開到紋 你揮一下它 它基本上已經開了 好 我可以選擇一下 時間 好像差不多可以 真的不是開玩笑 各位觀眾 大家看到了 已經開了 以為榴槤是否很難開 你看到了 藥汁千千的Vin姐 兩三下手勢 用牙籤 再加這個 匙巾 它就可以開到我們的 貓金黃 真的不是說小 你看到金黃色 真是 內乳外乳 就是這些 真的 剛才說到 真的有什麼 不可以吃 不建議喝酒 因為它是炭水化學物 它會有些酵素 它會令你不舒服 我聽你講 這隻果王 那個殼也有力度 當然 那就是這個殼 它本身是保護著榴槤的 它有很特別的功用 你倒些水下去 如果你喝就可以清熱氣 清熱解毒 清熱解毒 因為它保護榴槤那層膜 你喝了它的食物 就可以解回榴槤那種 清熱氣 如果你的手正常 你用手吃 剛才用手碰到 如果你在這裡 擦完之後 真的沒有味 所以這些冷知識 可以告訴大家 趁現在可以說 榴槤的原產地 大家很重要 白蘭西亞有好幾個地方 有榴槤園 有一個地方叫澎亨州 是这个猫山王的原产地 那哪些树全部都是老树? 当然老树的比例是比较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高山 高山和斜的 真是一座山 不是全部都是的 你要知道 如果有些在崩城或者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现在种植的后期种植 去平原 平原和斜的高山来说 水质和土壤都完全不一样 高山的这个猫山王 是会更加吸收到精华 更加吸收到精华 要分辨这个厂区 最简单最直接就是 我们已经买了 肯定是高山的 一定是 所以高山记住 买高山的榴莲是很重要的 吃到差不多了 已经有这么多核在这里了 其实我是香港人 其实吃榴莲就这样吃了 最基本的一个时候 可能我喜欢吃冬的 雪冬的就这样吃了 药很香 我想问一下马来西亚的人 是怎样吃的 正宗他们的吃法 跟我们香港都很不一样 他们会把新鲜的猫山王 拆了肉 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整个盒子放入冰箱 冷到它变成冰的位置 爆滑滑滑 当然它不会真的变成冰 想吃的时候 它就会拿到下面那一格 解冻几个小时之后 拿来吃它 半冰半山的状态 接着拿来吃 就好像有一个雪糕的感觉 有时候 那些猫山王 你过熟或者有些湿 有些水分的时候 最好真的放入冰箱 让它可以吸收水分 然后把它变成很浓郁 真的很不同 KinKin 可不可以 试一个专业的开箱方法 给我们的全体 好 没问题 好 想想你真的有刀的话 刷刷刀都可以了 刀仔 对 刀仔 拿一个刀仔 沿着这个星纹 哇 你看到了 其实一批下去 它已经知道了 纹在哪里了 可以先削开那五条纹 其实都非常容易 它就已经入锁下去了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熟了 这些雪上熟 我们拧一下它就更加不容易了 好 看下去 这个比刚才的香 对不对 哇 怎么办 还能闻到 哈哈 它会闻到后面 那边都闻到 闻到 闻到 现在这个要用法来西岩 来吃 好 刀仔组写来冰箱 好 不如冰箱留下来吃 哇 哇 不得妙 哇 跌下去 登登 对了 碌鱼 工具就是这么多 好 开给大家看看 好 看到这里 各位观众 不要再等了 快点去 Buyé King 还有榴莲巴打 榴莲巴打 是 Yeah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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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